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王瞳 今天是2021年2月17号星期三 也是我们台股在农历休假之后的开红盘第一天 哇大涨快600点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现在必须再回归一件事情 今天王瞳讲盘前 先跟各位空洞朋友们拜一个晚年 也祝各位今年在股市能够大发力士 但是你要在股市里面要赚钱 一定要跟上王瞳的脚步 好了今天我们可以看 过年前不是很多人问你吗 要不要报股过年 要不要报股过年 王瞳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那个叫废话 那你要看报什么股 像今天牌面上的主流电子正规军通通在创新高 你看看生意股是跌得稀巴烂 防疫股了 跌得稀巴烂还破底 所以我话都讲白了 要看你报什么股 现在你们都看懂了吧 看懂了 今天我们再讲到今天是礼拜三 昨天礼拜二上午11点半 我就发了一篇盘前叮铃给我的粉丝朋友们 当然会员也会收到 那我在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我现在先把重点告诉你 简单讲今天就是涨没有第二条路 只是涨多涨少而已 再来呢 这个大盘我已经上修 上看17500点 我都把方向都告诉你了 好了那短线上 短线拉回的时候 你要把握住歇入的时机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下啊 因为2月5号我也没有录YouTube 所以说我就拿2月4号的资料 先给你看看 2月4号礼拜四 我公开告诉你这个盘叫压盘进货 叫压盘进货 你们现在都相信了吧 看到今天大涨都相信了 2月4号礼拜四还告诉各位 当天下跌65点呢 我还告诉你会有漂亮封关 那么2月5号封关 漂不漂亮很漂亮啊 再来呢 16238的高点过了没有 过了 今天是不是过了吗 对不对 今天已经过去了 今天这个盘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就是强攻盘啊 王瞳之前也告诉你 16238不是高点 它会过去 那今天我顺便告诉你一下 16406不是高点 中线还会过去 你听好王瞳讲的话 中线还会过去 所以我刚才也讲了嘛 这个盘目标是要上看17500点 我想啊你如果是我的会员也好 是我的粉丝也好 我一直不断的强调 在元宵节之前盘没有问题 现在你们都相信了吧 这个就是你们要的 我都是帮你讲未来 而不是讲过去 讲过去的是没有用的 今天先给你看看王瞳的盘训 早上9点14分 9点14分呢 2月17号9点14分 大盘以上涨395点开出 今天盘是强势开高 会过16238点 过了没有过了吗 收盘都是16362了 盘面会百花齐放 哇有没有百花齐放 有 全职股电子正规军 通通在创新高 连些烂股 主力投机股 今天也是跌升反弹 我希望各位一定要听得懂啊 那是已经跌了一段了 稍微的谈一下起来而已 那个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那大涨300点以上 你很少看到我写这么大的数字哦 大涨300点以上 结果今天涨了559点 最高的时候涨了604点 都看到了 今天可以慢慢获利调节 盘中回档时就要承接 大盘中线可上看17500点 我想我把盘都解得很清楚啊 那我在边上给你看一下 中线中线 不是短线 我希望各位一定要看得懂王统的用字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看今天的盘 今天的盘啊 当然也是二月期货平仓日 所以今天呢 顺便把所有的空单 通通把你送上山头 过完年以后很多人呢 曝股过年啊 曝空单过年 哎呀网络里面很多啊 一堆的都都半康半康再半康啊 半到今天为止 当场被抬出场 因为今天是要结算了嘛 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掰了 你看一下今天2月17号礼拜三 今天是强攻嘎空啊 强攻嘎空啊 哎呦那些网络的网民们 我不知道你们今年过完年以后 开红盘的第一天 到底是口袋出去了多少钱 我得知道我们的口袋是进来的很多钱 这就是盘看得懂 与盘看不懂的差异 那你看一下啊 今天2月17号 我把它解一下了啊 上涨559点 今天大盘创新高 对不对 但是我必须负担告诉你 量太大 量太大 严格讲起来 今天的量价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有期货平仓 期货平仓 多头卯足全力 把空头当天一天那里阵亡 这就是你看得懂盘 跟看不懂盘的问题 好了 我们在过年前 2月5号当天 王瞳就发了两个红包 我今天打开给你看好了 没关系 因为2月5号那天 我没有录制YouTube节目 但是我现在就讲给你看 2月5号9点03分 9点03分呢 手中有3483立志多担等 请先以84.4元获利下车 结果有没有下车的 有 9点10分 恭贺各位3483立志 84.4元以顺利出托 获利多担 我们买在81.2到77.5 这是今年第12个红包 都看到了啊 好我们看一下3483立志 今天还涨停板了 到了94.7啊 虽然我们有少卖了一点 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过年前先发个红包 让我的会员手上都有钱 大家都很高兴 好我们再看下一通 就是2月5号 我发了两个红包 手中有6274台药多担者 请先以118.5元获利出厂 11.59分呢 你看看 恭贺各位 2月5号 6274台药出债118.5元 我们买进是108元 又是大红包入袋 这是今年第13个红包 看到了啊 那你看一下6274台药 哎哟 今天收盘一样是118.5 但是最高来到123 这个重不重要 没有关系啊 重点是 我们下面有买 我们在下面的时候 有发红包带给各位 那你才有办法 能够装红包 好再看今天 今天更是精彩了 来我给你看看啊 来 今天 2月17号 9点03分 手中有36797 多担者 请挂110.5元 获利出一半 留一半 哎哟 我们刚好出到这个价位 你看看 3679 3679 新自称 后游开盘之后 一路冲高 最高是111.5啊 111.5 最高冲到这里啊 我们110.5 当然出去了 好了 2月17号 9点12分 恭贺各位 3679 新自称 110.5元 已顺利出托一半 获利如弹 这档以来 这档啊 已经来回操作多次 已经来回操作多次 成本均在105元以下 这是今年第14个红包 我想新自称 只是说我这段期间 比较少帮你追踪 但是今天我们也都获利了结 讲更好笑的事情是 我的有些会员 他们不愿意卖 他说老师可不可以报 我说可以 可以 后面还会涨 只是今天先让你们获利一半 先获利入带 那他们就说不要卖了 可以可以 没有问题 看到了吧 好了 我们来看下一档个股 下一档个股 你看一下8046 蓝电 你看看蓝电今天创新高 所以相对的3189 紧缩 你看看今天涨停板 你看清楚 紧缩今天涨停板 那么我们今天再给你看一通讯息 11点52分 2月17号 恭贺会员 3186紧缩亮灯涨停 请持股获利续报 我们这档个股已经赚了10%了 现在我们还不需要卖 今天我们排面上很多档个股 都连妹出来了 你自己看看嘛 主流的个股 你自己看看 6488环球晶 涨停板 看到没有 2327国具 2327国具 给你看看 哇 他今天也是一样 收盘价快要创新高了 那2492华星科 冲上去了 涨停板 创新高 相对的2478 大亿也要开始跟上去 2456 奇力星 还有这是标准底部哦 今天也开始稍微放点量就上去了 国具创新高 奇力星怎么会不上 这就是我一直不断的告诉你的个股 再来还有一个族群也是表现不错 散热 散热以外还有一个 就是2376 你看看技嘉 技嘉 你自己看一下 今天也创新高了 再看2377 维新 维新 今天呢 也是创新高了 看到没有 这是什么 主机版的嘛 这才是真正标准主机版的个股嘛 都是一线的厂商嘛 好了 我们来看下一通讯息 2月17号 9点50分 手中有2368 金箱店多单者 请先以试驾获利出厂 2368 9点50分在哪里 9点 10点 9点50分在这里 在这里 看到没有 哦 冲上去 后来稍微有一点压回 没有关系 再看哪里 看清楚哦 恭贺各位 2368金箱店 市价出在54.5到54.6 我们买在52.4到51.8 这是今年第15个红包 看到了没有 哦 看到了 所以王瞳一直告诉你嘛 你过年前不布局好股票 你年后怎么理红包 现在你们都相信了吧 王瞳也常讲 你们不要接收到外面错误的讯息 什么啊 在这个地方就是半康啊 好景不长了 要崩盘了 完蛋了 疫情严重了 我都不懂有那么多的问题出来 盘面永远是对的 你现在看到这个排面 大家有什么感觉 做多的 年前做多 年后做多 我们持续在发红包 我今天还可以公开告诉各位 我们今天还有两个红包 只是插一档 没有发到 不发 留在手上 不急 慢慢来 今天你看嘛 2486 一拳 今天有输量了 你看看输量就上去了 会不会过高 今天的高点 20.6 很快就过去了 你不要担心 好 再看 2449 晶圆电 你看看晶圆电 已经正当40块了 看到没有 这个情形 很好啊 没有任何问题啊 所以我不懂说 为什么你们都会接收到外面错误的讯息 这个就是最严重的地方 所以王瞳常讲 不该看的节目不要看 不该听的节目不要听 你就锁定王瞳 你就可以获利无限了 就这么简单 好了 今天就帮您讲到这里 明天的盘呢 在这边我也不太好预测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强势嘎空人工盘 那么明天一切都会回归正常 我们一定要先看黑手怎么不担 这一点是王瞳的秘密 这边我不能交代各位 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话 就请你去看索马影 好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可见今来 古海茫茫唯一明灯 王者至尊 王瞳老师善于解读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深准惊人 各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断线无往不利 唯有王瞳带您走向财务的康庄大道 素博至尊专线 02-6630-3221-6630-3221 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